说明书 武魔方还原教程 干武魔的收纳袋 当当 这颗产品本身 我们现在做一个开箱 哇 干精灵武魔Magalive他来了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在还没有上市之前 这款武魔方已经助力 阿根廷选手马丁洛费斯 以24.12秒刷新了世界纪录 新加坡盟友Trest Trian刷新了亚洲纪录 也帮助了圈内的武魔高手Jan 刷新了武魔方平均波澜纪录 那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这颗武魔他为什么这么优秀 因为他是全球首款的磁悬浮竞速武魔方 减小阻力同时大角度归位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 才助力的川内高手刷新了亚洲纪录 第二点他采用了全新的结构设计 超强的防泡布能力 也让他跟上一代相比更为出色 我不知道大家玩武魔方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拨的时候怎么样都感觉使不上劲 不像我们三界魔方拨起来这么的舒服 好像是有一个发力点一样的 所以说市面上有一些武魔 采用了一个脊柱式的设计 让你发力起来的更为舒服 而这款精灵武魔采用了止拨弧的设计 让你玩起来更加的贴手不易脱手 160颗的磁铁均匀分布 首创的超声波磁力仓 让你拨起来更加的精准 同时这一颗魔方采用了六档轴距可调 六档的弹力可调 满足了更多的玩家手感需求的定制 这款魔方的开箱上手 你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干魔方每次的盒子设计 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翻盖式的设计 看一看这颗魔方 这颗魔方的盒子居然这么炫酷 我第一次见 原谅我孤落寡闻了 我们看一看配件盒 里面装了些什么 干精灵武魔Magalive调试说明书 武魔方还原教程 干武魔的收纳袋 当当 这颗产品本身 我们现在做一个开箱 给我发来的是一个UV钻面版本 拿到这款武魔 你的感觉就是拨起来它 非常的跟手 虽然我自己武魔玩的不怎么多 但是市面上的其他武魔我也试过 然后整体的手感也算是比较圆重光滑了 跟你的手掌会比较契合一些 而且它的尺寸偏小 更容易让大家所上手持握 尤其是对于年龄小的同学 这款魔方的透明磁力三设计 也是非常的精致 好了 这颗魔方就已经复原好了 好 我们上手把玩了一下 这种魔方表面采取的 纸拨糊的设计 对魔方设计生产的工艺上来讲 还算是比较难的 而这款魔方的手感 转起来属实是震撼惊艰到我了 启动轻快 转动平稳 把魔方的中心盖卸下来 你会发现 这种调试设计是不是似曾相识 就说这款魔方的设计 是不是非常眼熟 干精灵五魔磁悬斧 和干14的Megaleve的调试 真的是如出一辙 也是采用了干的旗舰级别 魔方的调试设计 它的六档轴距 六档弹力可调 都会让它在每一位 五魔竞速选择中 表现得游冷游浴 这是这款魔方的轮块设计 有一个透明的磁力舱 这是脚块的设计 内部的磁力舱和卡角柱的磁铁 也是清晰可见 看一看这款魔方的透明磁力舱 而且它的调试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舒服 也会让我非常放心 因为我一直非常相信 干魔方家的品质 干精灵五魔Megaleve 这款产品有没有打动你呢 你是否会选取这颗五魔方 作为你的五魔主力 而三节魔方已经玩得不厌其烦了 你是否想换一个赛道 一起来体验一体验 五魔方的乐趣呢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开箱上手的体验了 那么更多魔方好物开箱 更多魔方知识技巧的学习 就在魔方夏夏老师频道 干精灵五魔Megaleve 优雅